台湾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 少子化成了我们的国安问题 为了鼓励公务员多多生育报国 全序部将会修法这个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规划呢 未来只要生的越多 这产假就可以放的越久 第一胎放42天 第二胎48天 第三胎是56天 陪假假也从原本的三天打算增加到五天 还会增加安胎假跟不孕假 为了方便照顾小孩 公务人员未来请假时 也可以以小时为单位 不必请半天或一天 等到七月送到考试院通过之后呢 就可上路